你见过命比石头还硬的男人吗? 妻子伙同情人三次谋杀亲夫,杀不死。 套子药,安眠药,索命绳,药你命三千, 统统都杀不死,怎么样都杀不死。 最后情人甚至差点被丈夫反杀, 28年的结发夫妻还比不上28天的露水情人, 真是可悲又可笑。 今天的故事很精彩,千万别错过, 王子公主请看片。 时间2015年10月4日凌晨一点, 地点吉林省松原市前锅县小鱼树屯, 110指挥中心接到一名男子报案, 称自己正在被人嘎,再不来人就没命了。 光天化夜之声,居然有人如此猖狂。 民警八百里加急赶到报案现场, 不料眼前的一幕却惊呆了所有警察叔叔。 报案人,就是所谓的被害人, 是人没事的,没事一样在地上站着呢, 而他所谓的嫌疑人在地下躺着, 而且面目全非,胡沉是血, 所以说我们很诧异。 事实证明,凡是叫大军的都不好惹, 这位也一样,被害人名叫大军, 他向民警描述, 当晚他吃了很多饺子以后, 眼皮就像被强力胶粘住了一样, 怎么也争不开, 于是吃完饺子就跟媳妇一起倒头就睡。 迷糊中听到有人进屋, 迷糊中又感觉有人用绳子勒住了自己的脖子, 一口气没上来, 求生的本能让大军猛的坐起身来, 一个泰山压顶就扑倒了凶手, 大军是干力气活的农民, 没出三秒钟就扭转了局势。 没几下的功夫, 凶手就被大军揍得血肉模糊, 瘫倒在地, 完全清醒过来的大军, 这才想起自己才是被害人, 委屈地拿起手机报了警。 民警又问大军媳妇哪去了, 大军说媳妇胆小, 见到这个场面吓得瞬间就跑了。 凶手被紧急送往医院以后, 医生坦言, 这伤势可不清啊, 鼻骨骨折, 肋管断裂, 完全无法开口说话, 反观被害人, 那是活蹦乱跳, 屁事没有。 民警只好通过伤者手机里的号码, 联系了他的家属, 到医院来的是伤者的妹妹, 他告诉民警, 被揍的人叫老田, 是王府战阵白妙孙老实芭蕉的农民, 现年48岁, 经医院就职能说话以后, 老田的供述, 瞬间惊掉了民警的下巴。 为了证实自己所言不虚, 老田掏出洛基亚, 展示了他与大军媳妇与小华的亲密合影。 大军说道, 案发当天, 于小华给他丈夫包的饺子馅里下了安眠药, 等大军睡沉以后, 大概凌晨一点钟, 于小华就跑到屋外用手电筒给老田发信号, 于是老田就摸到屋里, 用事先准备好的绳子套在大军脖子上, 没想到的是, 刚套上去还没怎么使劲, 大军就醒了, 好家伙, 这大军看似有股蛮力, 实则力大如牛啊, 根本杀不死。 老田还差点被起反杀, 为了安眠药还被反杀, 这本身就已经够离谱的了, 接下来还有更离谱的, 据老田交代, 他跟大军媳妇于小华是通过摇一摇附近的人认识的, 而且是于小华主动加的老田, 老田离异多年, 寂寞难耐的他, 很快就跟于小华在网上组了CP, 于小华就跟老田各种诉苦, 说自己婚姻怎么怎么不幸, 经常挨丈夫的毒打什么的, 没了几天还没见面呢, 二人就想着白头偕老, 于小华嫌离婚太慢, 于是二人就商量着用耗子药提前送走大军, 第一次奔县, 老田就出手相当的阔绰, 买了整整五瓶耗子药送给于小华当见面礼, 这也算是李清人命中吧, 为了检验耗子药的威力, 于小华毒死了家里未养多年, 忠心耿耿的旺财, 看到旺财吃了耗子药以后的死状, 胆小的于小华走了, 但杀夫尚未成功, 计划还得继续, 于是于小华又委托老田购买一百斤安眠药, 老田能力有限只买到一百遍, 一整瓶安眠药一百片, 全放在面块汤里, 大军真吃, 但是他只吃了一碗, 总共一共四碗, 他只吃了一碗, 好家伙, 于小华也是够时尚的, 生怕大军吃不饱, 一百片全搞里头, 大军觉得面片汤太苦, 就只吃了一碗, 于小华以为大军这回肯定完犊子了, 静静地等着大军撬辫子, 谁承想, 第二天一早醒来, 大军红光满面, 身体贝尔棒, 吃麻麻香, 十月份的吉林, 气温已经来到了零下, 为了给自己的情人加油打击, 每次于小华动手时, 老田都在他家屋外的玉米地里猫着, 忍受着天寒地冻, 但老田的心里却火一般的温暖, 虽然于小华杀夫大计屡次未能得手, 但趁着大军不注意, 于小华就会摸到玉米地里与老田展开激战, 犒劳在暗处默默支持自己的情人, 终于来到了案发当晚2015年10月3日, 也是最后一次刺杀行动, 老田从当晚6点钟开始猫在玉米地里, 任凭玉米地里的寒冬刺骨, 老田一猫就猫了7个钟头, 等到于小华给了信号, 老田风风火火地杀进屋里, 经过一番殊死搏斗以后, 终于差点被人取了性命, 事后老田交代, 他们是准备要死或者勒死大军以后, 就给大军做成自杀假象, 没成想, 杀了三次都没杀死, 还差点被反杀, 好家伙, 这是把嫌疑人都整笑了吧, 事后老田被抓进局子, 还嚷着要告大军, 说大军用还我票票权, 把自己给打得毁了容, 他才是被害人, 老田是认为自己属于被害人, 这个在实施犯罪过程中被打伤了, 打得满脸出去, 他还要向您索赔, 臭宝们, 你们觉得大军该不该赔偿, 那话又说回来, 与小华三番五次要置丈夫大军于死地, 夫妻之间到底有什么天大的矛盾, 是必须用命来偿还的, 我们接着往下看, 老田被捕, 妻子与小华跑了以后, 大军独自在炕上喝着门酒, 此时的大军对妻子伙同情人, 三番五次取自己性命的事, 还完全蒙在鼓里, 面对突然到访的民警, 大军先是一愣, 过后就一直问于小华找到没有, 害怕自己的媳妇出危险, 当时我们第一想法是, 大军对他醒的确实是挺好的, 接着民警问了他几个奇怪的问题, 一是家里狗是不是突然死了, 二是吃面片汤的时候, 有没有特别的味道, 另外还要带大军去咽血, 一系列操作把大军都整猛了, 慢慢的, 大军也回想起, 案发当晚有人用绳子勒住自己时, 媳妇的怪异举动, 你跑就跑吧, 你应该去找帮手或者报警才对吧, 娶了28年的媳妇, 亲眼看到别人杀自己的丈夫, 居然直接溜了, 这还是人吗, 大军越想越不对劲, 与此同时, 跑了的于小华也主动投案自首了, 这个杀是梦地带的了, 你不害怕? 那九眼还怕啥的, 现在带着的时候想啥了呗? 也没咋想的, 我就想着, 我就想着我要去死去, 我一想着, 我又要回答个电话, 问他杀没杀他, 他没杀, 我一想着没杀, 我就就投案了, 此时的大军也终于知道了事情的真相, 我千想万想, 我想不到能害我, 杀我, 反正, 他说我这不是二十多年搂了一个定时炸弹吗? 大军单方面, 一直感觉夫妻关系相当好, 没想到自己早已上了妻子的死亡名单, 据大军回忆, 其实他与于小华也属于自由恋爱, 当年大军26岁, 于小华17岁, 两家的农田紧挨着, 二人经常下地干活时就能碰着, 我爹妈就说他身就忙了, 不同意吗? 年轻的是他也不乐打架啥的吗? 所以就是这点他们就不同意, 家不能同意, 完了他同意, 我说他要做就这么的, 二人为了比翼双飞, 挽起了私奔, 直到于小华怀上了娃才返回家中, 来了个先上车后补票, 双方父母见生米已经煮成熟饭, 只能默认了婚事, 二人婚后过了五年的幸福生活, 直到孩子五岁时, 两口子出现了感情危机, 大军开始怀疑于小华在外面有人, 不过也没有抓到现行, 于是二人就时常打仗, 打完仗于小华就跑, 跑了两三个月就回家, 回家就要闹离婚, 离婚大军就不干, 还扬言, 谁提离婚就杀了谁, 话是够狠, 但大军放了狠话以后, 自己却仿佛是变了一个人, 一改一往的流氓形象, 非常惯着他, 种地的时候, 是大军自己在地里边种地, 于小华在家呆着, 家里边活, 家里的小园子都不需要于小华去做, 于小华常年的任务就是抽烟, 玩小麻将, 溜达, 家里是傻伙不干, 团里的老百姓都说, 于小华在家就是相复, 男的就一三出卷的, 他呢, 除凡他女的抽烟也不出贵的, 三十块钱, 三十块钱, 那人挺惯的他这位, 于小华爱穿, 大军就疯狂的给他买, 家里几百件衣服, 想穿哪件穿哪件, 他们家从来没看一身两口子打过仗了, 没听过, 邻居说从来没见过两口子打正, 那于小华却说大军三天两头就打的, 只是因为大军怕打坏了花钱, 不用武器而已, 那到底于小华说的是真是假, 咱也不知道, 咱也不敢问, 但乡亲们能看到的是, 于小华确实是农村唯一一个不用干活的妇女, 我说你干点活挣了钱, 不够打, 不够打真钱的, 腰疼, 你说的, 这属于腰原本都出, 你就犯了, 往我再给治腰疼病, 你挣钱不够治腰疼, 还犯不上了, 在旁人看来, 于小华就是一个被宠上天的女人, 但在于小华的心里, 自己就是一个没有任何家庭地位的女人, 无聊的她只能疯狂地打扮自己, 没事就在网上聊聊天, 通过摇一摇附近的人, 于小华加上了老田, 跟老田接触下来, 于小华觉得这个男人除了长得磕沉点, 其他方面正合他意, 一是老田的脾气相当好, 不是那种一点就炸的暴脾气男人, 二是老田想带着于小华外出合肥打工的思想, 说到了于小华的心坎上, 民警也认为于小华对外边的花花世界充满了向往, 但苦于大军的管制, 他就像个龙中鸟, 只要在大军的手里就没办法展翅高飞, 跟老田只在网上聊了八天, 于小华就要跟老田一起生活, 老田同意了, 在网上聊了二十八天以后, 二人一拍即合, 向同床共枕二十八年的大军索命, 你们觉得老田跟于小华这种应该怎么办? 晚安马卡巴塔, 晚安元宝们。